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 淡淡感受才是今天滋味 想想明天又是日上风吹 兄弟们都加把油 一年一度的蛋仔运动会马上就要到了 据说每个运动项目的冠军有十万蛋币的奖励 所以我不管大家用什么方法 无论是下黑手或者是耍赖作弊 都必须要拿到冠军 灰小子在家吗 大事不好了 又怎么了 是僵尸博士搞事了 还是蛋饭子们作妖了 最近的蛋仔运动会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这文远已经去参加跳飞比赛了 是蛋饭子们 他们在运动会上搞小动作 足球比赛上 公然下黑手偷袭对手 我们老大说了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冠军拿到手 还有这场篮球赛 无视规则 甚至威胁殴打裁判 更过分的是 有一场羽毛球赛 本来对手是大比分领先 可在一旁观看的蛋饭子 竟然触碰了分数重置按钮 导致这场比赛作废 这群蛋饭子真是 三天不打就上方揭瓦 哎大佬 难不成他们是冲着冠军奖励去的 没错 因为有了我蛋仔首富的赞助 导致这场运动会 奖励十分丰厚 只要拿到一个项目的冠军 就会获得十万蛋币的奖励 哎呦啊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参加比赛呀 你说什么 那个 赶紧阻止带饭子呀 好好好 你办事我放心 只要顺利完成任务 我就给你丰厚的蛋币奖励 哎大猪 我是那种人吗 这不是废话吗 蛋币就算了 那咱就说 十分前的下半板能不能来个点赞 这辉哥对抗大饭子 绝对十分不顾身 兄弟们也别光口头鼓励我 抓紧动动小手 点个赞支持一下呗 兄弟们 这次的运动会 大家干的漂亮 仅仅一天的时间 就到手好几个冠军 看来咱们的计划很成功 你还嘚瑟起来了 灰小子 你有玩的没玩 进门儿就踹我 说 运动会怎么个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都是我凭自己本事拿的冠军 你如果不服 就来和我们比试比试 看给你们狂胆 又等着 过来 灰哥 喊我们过来干啥呀 长话短说 这群蛋饭子们不服气 想跟咱们比试比试 呦 谁给你们胆子呀 这不是找咒吗 就是 灰哥 交给我们吧 停停停 误会了误会了 我们是想跟你们三位主播 来一场篮球比赛 不需要白激动了 哈哈哈哈 灰小子 如果这场篮球比赛 你们赢了 那我就答应你 退出这次的运动会 好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来小伙伴们 大家支持我们的旧扣衣 你还给这拉上票呢 兄弟们 一起扣腕 扣腕啊 这是我们 哥哥哥 兄弟们 比赛一收即发 你们先去抢球 我来拿道具捣乱 还想进球 门儿都没有 把球给我放下 哎呦 鬼 哎呦哇 大发怎么开始反击了 好 我来进几个球 没事啊 再把球捡上 我走你 你在干什么 不是 挖开呀 你 不好意思啊 慧哥 失误了 没关系啊 咱们接着抢球 阿扎 阿朗哥 你们俩是内鬼吧 兄弟们 别打了 抓紧偷球得分呀 人带饭子都已经三分了 好 一分反超 现在我们已经遥遥领先 快阻止他们 去你呀 快走 我来 哎呦哇 这带饭子竟然拿着 自家的篮球框 跑了 不是 还能这么玩呀 兄弟们 咱家的篮球被偷了 快抢过来呀 快快快 比分还是很僵持 咱们得抓紧再进几个球 十七分 应该稳了吧 哎你们看 有个蛋饭子竟然拿着我们家的篮球跑了 导致他们进不了球 哎呦哇 真蠢呀这是 大饭子老大 就问你服了不 千 以为就你们会搞小动作吗 好好好 算你小子厉害 这次的运动会 我们退赛 搞定 论文嘞 你们蛋饭子还是嫩了点 下车 下车 雷